大家好,我是何舒适,这里是舒适说电影 本期我们分享一部打死我也不说的密室逃生电影,刹车 杰米从昏睡中醒来,发现自己被锁在一个带有计时器的密闭透明玻璃柜里 他下意识认为,是自己之前欠的赌债,没能及时还清,才被债主困在了这里,就不停地呼救求饶 但没人理会他 很快,计时器第一波到计时结束 此时,玻璃柜里一部老师的无线对讲机,传出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对方叫亨利,亨利跟杰米一样,也是被人迷晕了,困在玻璃柜里 但不一样的是,亨利没欠人赌债,他来纽约只是单纯地出差 言语间,杰米感觉亨利还有什么事情隐瞒了自己 追问之下才得知,亨利是白宫总统身边的工作人员 接着,玻璃柜开始摇晃,伴随而来的还有发动机的声音 杰米推断,他们是被人困在一个改装过的汽车后备箱里 车开了一会儿,第二波倒计时结束 这时,神秘人通过管道塞给杰米一张明信片 上面写着,告诉我们俄罗斯转盘的位置 看完后,杰米吓到了 显然,这个问题内藏玄机 亨利也收到了一张卡片 他的任务是,确定杰米的真实身份 杰米开始意识到绑架他们的人不一般 原来,杰米的另一层身份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工 卡片上写的那个俄罗斯转盘 实际是美国总统紧急避难所的代号 这个是国家的绝密机密 所以为了安全,避难所的位置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 杰米便是其中一个 这样看来,神秘人的真正目标是总统 所以,从这一刻开始,他不再相信任何人 包括亨利 接着,杰米用对讲机搭上了一位附近开卡车的司机 他想要确定自己的具体位置 可这事却被神秘人发掘 所以就加快车速,驶离了公路 之后,第三波倒计时结束 这一次,神秘人让杰米和女友通话 杰米抓住机会,暗示女友向中情局通风报信 要他们保护好总统 可话还没说完,女友也被人抓走 他们还用女友的命来威胁杰米 但杰米没有妥协 这一情况,神秘人就使出了绝招 他往玻璃柜里放入了一群蜜蜂 杰米最怕的就是蜜蜂 他对蜜蜂针刺过母 只要两分钟,这群蜜蜂就能夺走他的命 但万万没想到,杰米还是咬牙扛着 什么都没说,直到休克过去 等重新醒来时,杰米发现蜜蜂已经没了 他也被人注射了过敏针 之后,他重新用无线电联系了亨利 亨利也大概清楚俄罗斯转盘的一些事 杰米听完要他什么都别说 最好把秘密直接烂在肚子里 可亨利有点熬不住 他的妻儿已经被神秘人抓走 刚威胁筹码 也是这时候,一辆巡逻警车拦下了囚禁杰米的车 杰米没有犯过求救机会 结果换来的却是一场警匪枪战 连他自己也被榴弹击伤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车已经停了 这时,杰米发现绑架者也倒在了一边 就伸手去拿他身上的手机 手机刚到手就响起 是绑架案的幕后黑手打来的 这一情况,普遍就是双方互料狠话 挂断神秘人的电话后 他就打到中情局去求救 但电话没人接 没办法,他只好选择报警 警察表示,确定位置范围需要一点时间 这时,杰米透过弹孔 刚好看到附近有位大叔 就赶紧向他求救 可好心的大叔刚打开后备箱 就被人杀了 之后,车继续开 计时器也再次启动 警察没办法继续定位 这一情况,杰米就重新联系亨利 亨利觉得绑架他们的人 应该是打算在今天上午刺杀总统 之后,杰米继续联系中情局 可电话都没人接听 这时,汽车收音机传来即时新闻 今天,全国已经发生了多起炸弹爆炸事件 一次恐怖袭击 现在外面乱作一团 听完,杰米再次打了中情局的电话 这一次终于有人接听 但也没用 电话中,对方告诉杰米 今天已经有多名客公被绑架 囚禁在车厢里 现在大家都忙着救人 而且,绑架他们的车都携带了炸弹 随时会爆炸 所以,这时候的杰米只能自求多福 电话刚挂断 女友就紧接着打进来 他也被人囚禁在车里 女友哭着求杰米 说出俄罗斯转盘的位置 救救他 另一边,亨利也再次联系杰米 他那边倒计时已经结束 现在,有不明液体 不断地注入玻璃柜 马上就要把他给淹死 他也求着杰米说出位置 救他一命 与此同时 绑架者还扔给杰米一枚女友的戒指 给他施压 但杰米还是选择守口如瓶 最后打来电话的是杰米的好友 兼尚斯本 本也被人收买了 他想从杰米的口中套出 总统避难所的位置 这时,倒计时也结束 不明液体开始灌入玻璃柜 本告诉杰米 这液体就是复合液体炸弹 灌满后就会爆炸 所以这是他最后的生存机会 但杰米还是坚持不说 誓死如归 就在快要窒息的时候 有人打开了玻璃柜 将他捞了出来 原来这一切只是一场测试 总统下个月要出国访问 需要挑选一支忠诚的卫队 所以 中情局专门设置了这场 十足逼真的特殊考验 还找了杰米的女友来帮忙 目的就是想全面地测试杰米 现在他已经通过考验 获得升职的机会 接下来也将跟着总统一块出访 电影到这里 看着已经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但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简单 很快 女友就陪着杰米前往医院 在路上 救护车经过了华盛顿纪念碑 杰米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 原来 纪念碑下就是总统避难所的位置 可没想到的是 女友竟从杰米的表情中 获得了答案 这时 杰米才发现自己中了计中计 这场绑架根本不是测试 就连本和女友都不是好人 可一切都太迟了 现在留给杰米的 只剩死路一条 对于这样的逆转结局 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可以猜中呢 反正我只猜中了开头 却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尾 话说回来 电影中最惨的还是杰米 在面临生死时 怕都能死咬住秘密 可灵了反倒栽在女人的手里 这一波操作实在是血亏 好了 本期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舒适 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拜